好烦喔 都不想去上班了啦 妈妈 还好吗 哪里不舒服 妈妈工作出包被老板骂了啦 老板是谁 出包又是什么 就好像是你考试写错答案被老师骂一样啊 没关系的 妈妈总和我说 错误是成功的养分啊 谢谢弟弟 父母的工作状况该让孩子知道吗 你也游走在家庭与工作天秤的两端吗 让我来教你如何将这两者化成一个圆 其实剧中的妈妈真的是宝宝心理苦 宝宝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我觉得妈妈很难得她愿意去说出来 也能够去让孩子跟她有些不同的对话 最近的COVID-19事件呢 所以很多员工被裁员 公司倒闭 甚至商店都收摊 父母的工作状况 我们要不要让孩子知道呢 我是陈大舟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其实呢 我觉得呢 如果你在工作上面有些经历 或是低潮 或是挑战 应该可以借这个机会 去跟孩子说说看 透过这个说的机会呢 其实我们可以训练孩子一个很特别的三种 出社会很重要的能力哦 在企业里面呢 我们常常会有讲一个叫企业的ERP系统 就是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企业资源计划 但是呢 在家里面 我们也可以做这种特别的ERP系统 怎么说 什么是ERP 家里的ERP 第一个E呢 是Empathy 就是我们所谓的同理心 当你有机会去跟孩子去讲 你现在碰到状况 你的低潮 你的沮丧 其实孩子很多的时候 他比较能够去知道 爸爸妈妈也不是那么好过 打个比方 其实我也经历过很低潮的时候 因为确实COVID的过程里面 很多公司都裁员 甚至我们的工作呢 也都不是很好受 甚至营收都下降 那我记得我小了 就是我孩子小的时候 其实每次出去呢 孩子抓点餐 去餐厅都随便点 都尽量点 好像每一个餐厅都是吃到饱一样 但是呢 当我们有机会去跟他分享 最近爸爸妈妈不是很好过 营收下降 然后呢 也很挫折的时候 欸 儿子反而好像长大了 他比较能够去同理 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 出去的时候还会看价格 还会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这好贵喔 我们不要点好了 但是有时候听了也很伤心 也很舍不得啦 因为你会觉得说 哇 孩子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给你吃好吃的 可是看到你这样子 好吧 我们今天就不要点那么贵的 那 但是也会很希望 孩子能够去体谅 这个爸爸妈妈 所以这次我们讲 第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透过你分享挫折 能够让孩子去同理你 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resilience 就是所谓的横溢力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挫折的时候 孩子也许不知道说 你真的碰到了什么挫折 他以为你一直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就像天一样 最近我孩子呢 也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在国中的时候 他们都要很多的考试 就是考试的时候 哇 想不到考试的成绩很不好 也很不理想 哇 我们是专家耶 看到孩子考试不好 我们当然也会很沮丧 其实不要说爸爸妈妈沮丧了 孩子其实最沮丧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去训练 他们的横溢力呢 对他们来讲 他们分享有机会 去分享他们的挫折 我们就要借这个机会 去跟他们分享 爸爸妈妈其实也遭遇过挫折 就像我会跟他们讲说 其实爸爸以前也不是很会念书耶 那我的儿子就会说 爸爸你不会念书 怎么可能 你不是很厉害吗 其实爸爸也经历过 很低潮的时候 包含我自己 国中念书就不是很好 那我儿子很惊讶 他说爸爸你被当掉 那是什么样的经验 我跟他讲说我很紧张 我很怕 我怕我没有办法毕业 我儿子就跟我讲说 真的耶 就是那种感觉 在那个当下 爸爸跟儿子仿佛就连成一线 我们的心就靠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有机会 你去分享你的挫折 也能够去让孩子知道说 其实爸爸妈妈都会经历挫折的 天下谁没有经历挫折呢 这是第二个R resilience 横溢力 第三个P ERP的P 就是我们叫平行力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传统的华人 其实就是很容易有这种金字塔 叫做阶级制度 爸爸妈妈说的都是对的 好像爸爸妈妈跟他孩子 就要有距离 在剧中我们看到妈妈能够去 很轻松地跟孩子分享 哇 其实妈妈碰到挫折 想不到孩子还可以鼓励妈妈 说失败就是成功的养分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我觉得孩子能够去讲出这样的话 其实也鼓励到妈妈非常非常多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在英国的家庭里面 在教会 我看到这个英国的家庭呢 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时刻 叫做餐桌时刻 什么是餐桌时刻呢 也就是在国外 他们很流行在晚餐的时候 要一起吃饭 所以在这个一起吃饭的时间里面 他们就可以聊很多唱所艺人 那次我被邀请到他们家里面 去看他们孩子 跟爸爸妈妈怎么沟通 爸爸妈妈问他说 最近学校状况怎么样 然后也去跟他分享说 现在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真是那个年代 是英国首相Tony布莱尔 他要去做一些 很特别的一些决定的时候 他都会问问孩子 你们怎么去看 所以家庭的这个时刻 晚餐时间或餐桌时刻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直回到台湾以后呢 我就要提醒自己 我跟我的太太 在晚餐的时间 一定都要全家在一起 去聊餐桌时刻 让他们有机会去分享 他们内心的世界 你愿意跟孩子分享 大人的世界 他就愿意跟你分享 学生的生活 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分享大人的世界 所以他并不了解我们 也不明白 我们在遭遇什么样的挫折 可是当我们把 我们的生蛋放低 让我们的孩子 愿意有机会 跟我们平行沟通的时候 其实对他来讲 出社会也是很重要 因为他出了社会以后 刚刚不只是有受挫力 不只是有同情心 同理心 他同时也能够知道说 我对于老板 或是我对于同事 我对于下主 我其实也都可以跟他们 有一个平行的对话的能力 跟空间 我发现很多台湾的孩子 长大很怕 去跟老板对话 很怕跟主管对话 很怕去跟大人物对话 可是我看到 其实很多国外的孩子 他们都能够站在台上 开开而谈 在家里 这就是很重要的时刻 所以不要怕 去跟孩子讲挫折 不要去怕跟孩子讲 你工作上面遭遇的挫折 因为这个时候 也是帮助他们建立 ERP系统很重要的能力 在圣经中 有一位很特别的母亲 她叫做拿厄米 拿厄米呢 其实她遭遇很大的挫折 因为在那个时候 国中有很大的饥荒 也像我们现在的COVID一样 她其实呢 孩子也死掉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她就跟她两个媳妇讲说 你没办法回到你们本家本土去 但是呢 长媳走了 下一个媳妇就是路德 她说 不 母亲 你去哪里 我也要跟你去哪里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除非死才能够叫我跟你隔离 你听到会非常非常感动 路德的心 源自于拿厄米 Open的心 拿厄米很真实的去跟路德讲说 他其实面临了很多的挫折 很希望他回去好好去想 他人生可以怎么去规划 但是呢 路德听到拿厄米这么坦白 他其实心里想的是 哇 如果你这样下去 你会不会不知道该怎么走呢 或是你的人生会怎么样呢 于是路德决定来下来 后来了故事我们就知道 路德碰到了波阿斯 同时他也成为了耶稣基督的 这一脉上面的祖先 所以对我们来讲 不要害怕去跟孩子去讲你的挫折 其实有时候孩子 也许比你还要成熟 还可以反过来安慰你说 爸爸妈妈 其实不要担心 我们都知道 训练他的三种能力 也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我是陈大舟 谢谢你们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